一场哨响 出协杯 四分之一决赛 重庆 佟亮龙来对阵上海生花的上场的比赛开始了 给 机会 完成了打门 瞄了一下 再打 如果从场面上来看的话 这十多分钟完全不一样是来自于中鱼的球队和来自于中超球队的 这种之间的对决 今天呢 大伟俊将球呢 往右路转 这边内切 大门能想扑出来 再打 球进了 场上比分呢 是变成了1比0 上海生花呢 取得比分的领先 节奏的一个变化 往内线走 第一脚的射门 约翰昌从后面赶上之后呢 关上了补射 直接打门 这一下呢 还是很有威胁 不过阵阔的门将呢 马阵呢 倒地的很快 将球没收 其实呢 郑老师从人枪当中啊 送过来 现在呢 就需要这个高颗子中锋呢 要占住位置 这边几乎要出来了 靠 船 大门 球进了 场上比分呢 变成了2比0 这一样 你看 防守球员啊 这个注意力呢 这个都在这个球上 而忽略了身后插上来的球员 与创规 看看 球球向前流界 要往中间走 这一箱要被封堵了 心里已经很好的机会了 只不过像一望 在拿球之后的第一时间 在没有选择的往内线去走 稍稍到洋里去站进 外围打一脚 这球呢 也太勉强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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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の空档上横尽这边的补过来 这边打门 打高了 道尔担他先打高了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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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脚在往里传 看看那球 没劲哪 站位 好 这架还不越位 正好呢 错过了佛若全的头顶 好 这次主裁办呢 吹向了中场上 在这场初线杯CV的比赛当中 最终呢 上海生化呢 是2比0战胜了重庆同僚农 好 这次主要是1比6 对方实在的这次主要是1比8 4比6